长谷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零二二型导弹艇究竟有何魔力 这块弥补中国海军航母领域空白的舰艇 为何中国宁愿风存也不愿意对外出售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零二二型导弹艇 21世纪初美国航母舰队的虎视眈眈 让中国安全防线面临严峻挑战 当时的中国连第一艘航母辽宁号都没有 所以研制能够对抗美国航母的武器刻不容缓 而零二二型导弹艇便在极大的期待中研制成功 让中美海域斗争的天平不再朝着美国一味倾斜 中国有了可以震慑美国海军的秘密武器 零二二型导弹艇虽然也有着吨卫小续航能力弱的缺点 但是其仍然被认为是海面上的六边形战士 有很多拿得出手的优点 首先零二二型导弹艇的高速穿了双艇构型设计 让它的航速得到明显提升 这是全世界第一种采用该种设计的导弹快艇 能够达到每小时50海里的速度 另外零二二型导弹艇还具备隐身性能 让敌军很难探测到它的存在 这种低颗探测性也让中国海军在对战中 能够采用多样化的战术 每艘零二二型导弹艇上还配置了八枚远程反舰导弹 强大的攻击力足以震慑住敌军 零二二型导弹艇自身还配置了先进的雷达和火空系统 可以自主接收到来自预警机等其他设备的提示 结合信息网络整合下来的战场信息 独自完成目标攻击任务并全身而退 而零二二型导弹艇的群攻模式也不可小觑 中国生产了80多艘零二二型导弹艇 若即全部出动 160多枚远程反舰导弹一起发射 那么其威力完全能够超过敌军的防御能力 更何况这种作战的风险较低 因为零二二型导弹艇具备良好的机动性能 能够在攻击之后快速撤队 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 就算还手也找不到目标 按理说零二型导弹艇应该长期服役 可是就连中国海军也没有预料到 中国科技发展如此迅速 零五型驱逐舰等舰艇的出炉 让零二型导弹艇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小 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于是80多艘零二型导弹艇 就这样退出了海上战场 被正式封存 被封存的80多艘零二型导弹艇 出售价可超过100亿元 那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 为何中国还是不卖呢 零二型导弹艇的造价并不高 只需要一亿多就能铲出一艘 在它被封存之后 伊朗等国家也向中国抛出过橄榄枝 企图高价收购零二型导弹艇 如果80多艘零二型导弹艇全部卖出 那么至少售价能够超过100亿元 可供中方再研制出两艘零五型驱逐舰 这可是一笔十分划算的生意 可是这道大家觉得中国会趁此机会 大赚一笔的时候 中方却选择了继续将零二型导弹艇封存 震惊中外 其实零五五型驱逐舰 虽然拥有着能够独自对抗 美军航母编队的恐怖实力 但是它还是不能够完全替代 零二型导弹艇的存在 零二型导弹艇还是拥有很多独一无二之处 步伐速度难逢敌手 它的灵活性更是让零五五型驱逐舰 无法相提并论 根据战术需求 零二型导弹艇可以快速调整航向 而且移动起来的时候 很难被敌军察觉 目前零二型导弹艇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方面是它的雷达探测范围效效 另一方面是它所配置的导弹不够先进 但这两方面被完全解决 只是一个实现问题 雷达探测范围小是零二型导弹艇的硬伤 没办法从自身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在零二型导弹艇 作战时配备上预警机 背斗卫星等装备 快速传达战场信息 足以克服这个难题 而零二型导弹艇之所以所配置的是 英机8-3反舰导弹 确实不够先进 但是如果将零二型导弹艇的发射架 改造成适合其他反舰导弹使用的结构 或者是研发出一种适合 目前零二型导弹艇发射架 但更加先进的反舰导弹 都能够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零二型导弹艇再次服役并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中国将零二型导弹艇封存 很大可能只是为了它下一次的完美亮相 另外零二型导弹艇被卖到伊朗的话 根本是大赛小用 因为我国的海军战术相对来说比较特别 别人喜欢成群截队 我们喜欢围点游击 只有在中国零二型导弹艇 才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用处 所以封存零二型导弹艇并非没有远见 反而还是为中国海军增加了更坚固的保障